哪些面相的人是討人厭的上司老闆 对 有时候你觉得他很讨厌 但有时候他的能力就是刚好你不足的地方 所以看一下别人到底在职场上 怎么夹缝中求生存的 第一个的话看一下 有些老板上司他会这么讨人厭 是因为太小气了 那小气的脸相长怎样呢 看不太出来对 好 这个面相就是脸比较大一点 但他的特质是什么呢 脸大鼻子小 或者是鼻孔也比较小 对 那脸大鼻子小呢 或者是鼻孔比较小的话 他的特质呢就是这个老板呢 比较小气一点点 他会压榨他的员工 例如说假设这一个专柜呢 他是看团体绩效的 那团体绩效如果达标的话呢 才会有奖金嘛 如果他作为一个主管的话呢 他可能他自己排休就排自己 但是呢 他就帮底下部署呢 就全部都是要上班 欧班或者是假日班都要上 然后呢 他就努力让他们呢 达标 然后他自己呢 也去分了这个团体的奖金 所以他对于钱财呢 方面呢会算得比较仔细一点 他就不太容易呢 把他得到的奖金呢 分给大家 让这个团体呢 感觉好像更和乐啊 不会 所以底下跟他做事会觉得说 好像都是我在做 你在领钱 到九楼后会变成有这种感觉 所以像这样的上司呢 其实他带人呢 很难带到心 因为他只顾自己 自己的利益啊 先获得了 他才是觉得 才是一个好的公司 好的职位 所以他自己有时候 没有顾到底下的人的感受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抢功劳啦 抢功劳这样 刚刚威爷说到 看是不是那个主管是这样 好 他脸呢长这样 那是什么样的特质呢 就是硬糖比较狭窄 那硬糖怎么看呢 就是两眉头之间呢 用自己的手指头去量 如果你放上去呢 只有一根手指头 以内的宽度的话 代表硬糖比较狭窄 那硬糖狭窄的话呢 为什么他见不得别人好呢 是因为呢 他自己本身很没有安全感 而且他自己本身也很劳碌命 因为他觉得很多事情呢 他都不太放心别人去做 那他又很想要盯 盯整场的时候呢 其实有时候他会觉得说 为什么都是我自己在做 但是他只看到他自己的努力 他并没有看到别人也忙得要命 所以他又会觉得说 感觉都是我自己在做 所以当这个东西成功的时候 这案子成功的时候呢 他自然就会先出现在老板面前 因为他觉得都是 他自己拼出来的 他觉得他自己努力而来的 那刚刚也有一种状况 就是像威爷讲的 可能就是说 等到事情都做好之后呢 可能时间很巧合 这样的主管 就会出现在大老板面前 就是说 我有参与这份荣耀 有没有 就是印堂比较狭窄的人呢 因为他自己本身 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的关系 有时候你去看仔细一点 他因为没有安全感 所以呢 他想要把自己的表现呢 更加的突出 然后让别人都可以看得见 这样子 或许他只有做一点点而已啦 但是他觉得他自己做很多 因为他放大自己了 对 好 那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让人家讨厌 就是很软弱的 软弱的话呢 先看一下他的脸相特质 就是嘴巴 这个嘴巴呢 是往下垂的 这种叫做没有担当 不愿意负责任 其实呢 软弱的向人就是说呢 当这个事情 一个团体呢 有一件事情出问题了之后呢 通常呢 他一定是把你挡到前面 然后挡箭牌 然后他在后面 他就先推责任嘛 通常一个有gas的主管 一定说 没关系 这个我来负责 因为这个Tim是我带领的 所以有问题我来扛 但他不是 他一定会说 就是某某某没有做好 先推给别人 先怪别人 因为他自己本身呢 就很怕事情 所以呢 跟着他做事的话呢 其实你很难 学到什么东西 因为他一直都是在 窃取别人的一些 想法之后 然后他自己呢 变成他自己的东西 他自己很难去给你 他的可能技术层面啊 或他的idea 很难放出来 因为他好不容易得到了 因为他 他个性有点悲观 因为他觉得如果他今天 把所有事情 把你们都教会了 你们会不会背叛他 有可能会 所以他变得呢 你会感觉到很像说 跟他做事呢 他很自私 很没有这种担当啊 然后出事情呢 都是别人先扛 他躲在后面这样子 那其实他个性是因为 他没有那个太多的安全感 因为他怕别人背叛他 对 所以他就会有这种特质 这是第三个 好 第四个呢 会让你很讨厌的特质呢 就是反反复复的 反复像呢 长怎样呢 看他的脸 就是呢 人中比较短小一点点 人中短跟长呢 就是用 也是用手指头去量 用自己的手指头 放在你的鼻孔的下面 到这个 这个嘴唇的上缘 假设容纳着下一根手指头 都是刚好 那超过一根 再多一点点 叫做长的人中 那如果你的一根手指头 都放不下的话呢 代表什么呢 这样的人呢 个性呢 很反复无常 而且呢 他很小气 他比刚刚那个鼻孔的 还要小气 为什么呢 他小气的方式呢 是因为他短视尽力 他看很多事情呢 他没有长远的计划 例如呢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好像他今天听到 A同事说 这个建议很好 然后他就说 那就用这个 然后结果B同事呢 又补了一个什么东西 进来的时候 他就说 那B做得很好 但其实A跟B呢 根本没办法融合在一起 那纵使呢 要融合在一起呢 像这样的主管 他没有办法 把A的精华 跟B的精华 把它mix在一起 他没有办法 他就是说 他只要听到A好 就说A好 听到B好 他就见风转舵 说B好 所以跟他做事的人 会觉得好像是一个 无头苍蝇 不知道到底这个团队 要怎么进行下去 就这种人中 比较短一点点的 因为他就觉得说 反正 有什么事情呢 谁可以最快做好 那个就是好啦 所以他就也 反正他就很急嘛 只想看到 快的成果 短视近例这样子 所以像这样的特质呢 你就会觉得说 到底你早上说 应该要这么做 但下午呢 又改了另外一个方案了 所以跟他做事的人 真的蛮累的 除非你要跟他一样 就是有一种 像双子做这种个性 就是马上说A 他说A好 可以可以可以这样子 所以他这样的下属呢 必须要有一点像是 可以逢迎拍马的人 跟他在一起 其实两个人会很开心的 对 所以这四款的 什么面相呢 提供给大家参考咯